曾志伟当面直言要和这个女星演床戏,又要假戏真做吗? 作为香港影坛大佬,曾志伟可称得上是绝对的实力派,他在风靡全国的无间道理饰演大哥,因出色的演技备受好评。 除了演戏外,他也曾多次担任导演拍摄了众多经典影片,其中《安乐战场》是最具有争议的一部。 在《安乐战场》的一场强暴戏里,他假戏真做,拍摄完后女演员大哭不止,就连女美术指导都大骂曾志伟没有人性。 而女演员从此也患上了抑郁症,但出了娱乐圈。 近日,曾志伟和刘欣悠游游与合作拍某支广告,一起出席了该首映礼。 早在2005年,两人就在刘欣悠的处女作电影《阿嫂传奇》中有过合作,十几年来也是两人第一次合作拍摄广告。 曾志伟在现场夸赞刘欣悠,说他以前是少女,现在一样是少女,还是那么乖那么单纯。 据悉,在刚接洽这个广告拍摄时,曾志伟得知是和刘欣悠游合作后,他自己竟然还去问老板有没有床戏,可见曾志伟是多么的爱演床戏啊。 曾志伟作为香港的知名演员,合作过不少大牌女星,虽然有不少的床戏戏份,但被传出演激情戏经常假戏真作,背后的名声并不好听。 刘欣悠,1981年4月1日出生于中国台湾新北,香港演员、模特。 2004年,拍摄中华航空电视广告。 2006年,评级电影《阿嫂传奇》提名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演员。 出道以来,拍摄过多部电影、电视剧,特别是在《步步惊心》中,把若兰这位痴情美女演绎的淋漓尽致,一品一笑都扣人心弦,被称赞为最美古装扮相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